欢迎收看这节的环报推播 全民普发6000 什么时候现金能入贷呢 现在要力拼在3月底发放 但是饭店业者早就等不及要来抢工 现金商机推出促销活动 想要趁着假日出游的人可以多加留意了 我们来看到图卡上第一家的是台北远东香格里拉 他们说馆内的5家餐厅 三家酒廊 只要你消费满6000 就可以获得6000的餐饮大红包 也就是6张千元的餐饮抵用券 那活动呢刚好是从5月份起跑 是搭上了母亲节档期 他们有预计这一波的回馈 将提饭店带来两成的业绩成长 我们来看到第二闸是这个六福万宜走店 则是有6000放大数 什么是6000放大数呢 就是你3月1号到6月底 活动日期整整三个月 你只要把你的6000元现金拿来买面额1000元的现金抵用券 6张的话每一张就放大成1380元 等于说你6张就赚了2280元这么多 可以吃广市料理啊 甚至跟三五好友到吧台喝杯饮料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到图垮中的最后一家是这个 台北万豪酒店吸手了度假饭店推出二博二十的住房专案 12000元 等于说情侣夫妻或是朋友都可以来住 就要送你早餐还有摩天轮券 那这场观光饭店的抢6000大战 明昌起跑了 这个时机是刚好碰上了百货公司的母亲节档期 像是3月底搜狗的各个分店 业会活动就开跑了 看起来业绩会相当不错 当然要犒赏员工了 所以我们看到画面中的第二张图卡 是百货业要逆风来加薪了 就是因为他们受惠于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潮 去年整体的这个营业额是达到了3946亿 年增15.2% 是超越了疫情前水准 业绩创新高 所以他们说 那我们三四月要启动一波调薪计划 首先看到的是图卡这边 第一家是星光三月 除了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有加发这个基层员工每人2000块的红包 年终奖金也是比去年整整多了一个月 那今年四月按照往例要加薪3% 至于旁边的这一家是圆百 圆百他们在全台12间店 一年发奖金两次 加薪一次 平均调幅是3% 至于看到这个SOGO 还有这个Beyond广场 他们同样是加薪幅度有3% 其中Beyond广场 他们在一月份的时候 因为营收多出三成 所以业者说我要替员工 最高可以加到了6%这么的多 而且对老公朋友来说 也有好消息要分享给您 这是明年的基本工资 应该是可以调涨3.5% 等于说钱变多了 有些人就想要来买房子 或者是直接向建商购买预售屋 付款方式也比较轻松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卡 因为向建商买的话 通常你的这个贷款程序比较高 而且他们常常会配合一些银行 来进行整批的分户房贷 可以争取到比较好的房贷条件了 过去银行的房贷业务最大宗的就是我们标题写的这个 但是这几年森多周少战争越来越白热化了 所以有金融签的知情人士就透露了 有很多家的这个大型民营公司 他们都相继在台北啊 桃园或是台中的都会区 特别是锁定一级战区要来做建案的整批信 分户房贷 政治出手啊把这个陈数大举拉高到85成 很高 因为这过去10年来 陈数大概都维持在8成 等于是刷新了行情 那为什么要把贷款陈数拉这么高 主要就是为了避免你这个房贷业务量缩水 当然对业者来说就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就选择在金华区这一边 拉高分户的陈数要来保持业绩了 以上是这节的推播内容提供给您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